Hello,大家好,我是Dip的Jennifer 我在台湾负责Dip的亚太地区的商务开发 那今天非常荣幸受邀来跟大家分享一些AI上面的应用 那相信大家已经听了一整个早上了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应用方式比较轻松一点 像刚刚达人说的,我们就从买东西,shopping来开始谈这件事情 那买东西这件事情,传统来说我们都是要去店里面 我要去加勒服务,我要去保雅 那对于卖东西的人,我传统需要负责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商品做一个上架的动作 但是过去的十年来,尤其是因为疫情 我们现在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 我原本在线下卖东西的 我现在要在线上卖东西 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 叫做电商新零售 那电商新零售这件事情 带给非常多的厂商,非常多不同的商机 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传统 你在做OEM,ODM的制造商 你都可以开始有你自己的自创品牌 你要把这些东西卖到线上 因为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它是五国界的 你不一定要在台湾卖,你可以在日本卖 你还可以在美国卖 好,那做电商新零售 要有什么样的,要有哪一些步骤 其实它的工作流程并不会因为它是数据化 变得很简单 它一样还是有分前台跟后台的工作项目 那这些东西,后台的部分 有订单处理,有客服专员 有库存管理的部分 前台有商品企划,营运行销 那最重要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发生在商品上架以后 那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工作项目里面 有哪一些它是重复的 它有重复的会需要一个类型的工作 商品上架,商品企划,营运行销 这三个项目它的特点都是 要做好这三件事情 你一定需要做图 做很多很多的图 因为今天毕竟佛要精装 人要衣装 商品也要懂得包装 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不管从业务,行销,设计 每天为了卖东西 它就是要做图 它的图有商品上架图 活动企划图 数位行销广告图 它的步骤 传统来说 从零到一的创意工作 这张图第一张图 由设计师来做 好 设计师做完之后 它有非常多的复制贴上要完成 因为它有上百件商品 每一件商品都有它各自的讯息 做完之后 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尺寸来做 好,你说OK 那我这些全部做完之后应该就没了吧 没有哦,你的业务同事,你的企划,你的行销同仁 他还会有 你这张商品图可不可以帮我换掉 我赠品上错了,你可以帮我换一下吗 我价钱本来299 你把我写成399 帮我换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会有做完图之后 一堆的改来改去 这件事情如果以我们没有进入到AI的时代 对于大家来说 那就是那没办法呀 我就只能请人来帮我把这些事情完成 但是没想到 我人请的越多 效率反而越来越差 我的人力成本增加 我的沟通成本增加 带来的我的产能反而下降 这样子的事情 在一个AI的世界里面 AI想要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 以提升效率来帮大家做业绩的成长 我只要可以解决刚刚上述的三个问题 我就可以达到大家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 所以我们的系统怎么样去达到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AI设计 到底可以怎么样帮助 每一个零售业者 一个云端的平台 他所要提倡的是 多人协作的云端AI 所以当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 有设计师也有非设计师 那我们把设计师的工作回归到 从零到一的创作工作 他把他的设计 建到一个我们的系统上面 然后非设计人员 把他的资料 汇入到这些设计上 同时两方面的人 他就可以共同的来完成 他这一档需要上架的 所有商品图 所有企划图 还有他不管是在Facebook IG还是Google 需要做的所有广告图 3月8号女王节刚结束 接踵而来的会是母亲节 会是暑假 会是父亲节 大家在买东西的都会知道 只要是在卖东西的人 一年到头每个月都有一个节 所以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它是非常的重复性的 所以你会开始需要找到一些 平台一些工具 来帮助每一个企业 可以同步完成 一次就可以支援多通路 多商品的一个制图的平台 那透过这样子的协作 建立一个规模化的营运 AI它本来就应该帮大家节省人力 它也应该帮大家节省时间 所以在这边我们用三分之一个设计师 或者是每边的薪水 来执行这套系统 以原本制图本来需要花的时间的一趴 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产出会是原本的五倍 这个五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今天因为我只有一个设计师 一个业务 然后我有两百件商品 我忙不过来 所以我只能上架在一个通路 我只能做MOMO 但是如果我今天 人跟时间不再是一个考量 它在一个自动化的环境里面 我可以做PC Home 我可以做乐天 我可以做虾皮 我每多一个通路 就是多一个营收的管道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客户 实际的操作的案例 好 在一个系统上 我们的系统上面 它要上传它的主视觉 为什么 因为品牌的形象 对这个品牌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必须要先完成它的第一张图 这张图上去之后 我们的系统会去自动的拆解 这张图里面的所有元素 元素被分开之后 它可以个别的被批量 把资讯可以被个别的批量的汇入 所以当内容汇入之后 我们可以产出一系列的图 这一系列的图 它同时又会被拆解成 符合每一个平台上面 对于销售图档要求的规格 就这样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我们可以完成一套支援 多通路 多商品的一档企划 现在有什么样的企业 它需要用到这样子的系统 如果你是一个零售品牌 零售厂商 如果你是一个自创品牌 你的商品数量非常的多 上百件 上千件 你的销售通路非常的广 当然这个是现况 或者是说你在今年 你的Q3 Q4 你有这样子的计划 去拓展成这样子的营运模式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 在系统里面所服务到的企业 好 这样子的工具 它怎么样来收费 以用量计费 你说你只有一百件商品 那我还可以用你们家的系统吗 当然可以啊 一百件商品有一百件商品的收费 一万件商品有一万件商品的收费 完全就是看你的量 一个云端的系统 它就是要来支援 要跟大家共同的成长 好 那大家当然会说 我的商城通路很广 那你有没有支援 你们支援Momo 支援PC Home 那你支援生活市集吗 好 那你支援台湾全部的通路 那你支援我东南亚的通路吗 那你有没有支援我美国的通路呢 我们支援全台湾 还有海外 还有全世界所有的电子商务平台 再包含如果哪一天 你要自己建官网 你说你自己的EC官网上面 有你克制的规格也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提倡的是海量制图 所以你海量制图 我必须要帮你 当你有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去支援 每一个通路会需要的其他的规格 当然还不止 我们的系统里面 每个礼拜看到几千几万张的图档 这些图档 它都需要被加以分析 分析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说 我这个背景图怎么摆 商品图怎么摆 我们有全球唯一的视觉数据资料库 来告诉你 你的图要怎么做 商品要摆几支 背景图要摆什么 才会让越多人看到你这张图的时候 愿意点进去 所以这个是视觉设计资料 怎么样牵动每一间厂商的营收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们的AI设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